歡迎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下午的問答環節 先介紹身邊的嘉賓 是我們的研究部的經理楊輝 Stanley 你好 你好 見到大市方面繼續上升 升行超過300點 現在正在23,145點 大市成交有464億 國企指數升行128點 報10728點 我們股市方面三大指數都向上 升幅價格是0.5%至0.16% 聽聽嘉賓觀眾電話 電話旁邊有黃小姐 你好 你好 兩位五安 你好 請問2318和966 都未有貨 想問誰入市位 兩隻都想買還是二選一 兩隻都要買 是 先說評寶2318 兩天之後公佈業績 最近股價反彈了 平穩向上 現時股價還在43.9 升超過百分之一 家庭觀眾想買應該先看業績 還是說業績前衝進去 其實我有一點問題 想問黃小姐 黃小姐 其實兩隻都是保險股 為什麼你不想是買一隻還是兩隻都買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保險股在這段時間保險一點 明解 銀行或者其他一些 一來銀行股那個外壞帳又有問題 所以經常很怕 他不知升到哪裏 又好像 吐了很久 其他那些 我又不是太熟悉 但保險股就會較為 保險一點 明白 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其實如果比較 真的可能 血商股也好 甚至乎你說亂股也好 保險股 我覺得是好一點 這個是真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看 好像平保 和這個 太平他們的 叫做保費收入方面的增長的話 其實今年以來 是穩定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這個 太平都有大概是兩成多的增長 這個平保都好像一成七了 這些的數字 其實是不差的 所以我認同 黃瑞丁的想法 就是說保險股 相對來說 是比較保險一點 這個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以第三個月的業績去看的話 暫時去看 我覺得就不是很樂觀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保險公司 如果你看回他們的 業績的情況 基本上來自兩方面 就是他們的收入方面 兩方面 太平本身都真的可以來自一些 保險收入 以及投資收益 當然這個 這個屏幕都是 但問題就是 雖然保險收入 其實應該是理想的 我覺得是不差的 這個都做三個條 就是說 這方面的表現 這兩間公司 其實是不差的 問題就是 他們的投資收益方面 我覺得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因為始終你看回A股市場 在這幾個月的 變化 都真的很翻天覆地 似乎都是傾向於跌的情況 比較顯著 所以我覺得 對於內險股來計 這個投資收益的表現 應該就 不是那麼理想 不過當然 這些的因素都導致股價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下跌 而且 A股這陣子可以說 稍稍一點 他們的股價 都比較上 是 現在叫做 整股 在這位置 附近 但是要買的話 暫時來計 我都會建議 等等 業績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變數 而且 似乎到這些位置 再上升的空間 暫時看上去 好像 真的不多 如果以平保為例 暫時這些位置 你看得到 似乎44元左右 樓上這些位置 幾次都到 輕輕想試 這些位置 就破不了 今次都是 暫時都是 所以你要買平保的話 這些位置 直播空間 似乎都暫時 不算很多 反而要買的話 暫時來說 你可以留意下 43元這個位置 能否守得住 你先考慮一下 可能 小處 小處 試一試 經過情況 是怎樣 但如果你本身 不急著買貨 這些位置 我都反而建議 你還是先等一等 我想 現在到這些水平 除非你 大市 也好 A股也好 有很大的反彈 如果不是的話 似乎我覺得 暫時 還是先觀望一下 966 是不是 都是一樣部主 其實都是 其實 現在的圖 和平保比 差不多 你看到都是 升幅上大概26元 這位置都附近 也是 突破不了 似乎都是在拉 所以暫時來說 兩隻股份都是 暫時都是 先觀望一下 好 謝謝 希望都能幫到 你的家庭觀眾 轉一下 各位家庭觀眾 電話旁邊 今次有 胡小姐 你好 胡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甚麼股份 我有一萬股 我想應該 止蝕了 還是 應該怎樣做 還有 他今天成績 好像都是 不少 是的 沒錯 看到中聯通 嘉寧宮11元 買了 換言之 當時的股價 月七月高 就買了 買完之後 馬上跌下來 現時跌到 9.82 還跌超過 1% 接近之前的低位 是否 應該忍一忍 還是說 才能止蝕 我都會覺得 暫時 先忍一忍 不妨再看一看 為甚麼 其實聯通這次的業績 都很老實 不是好的 第三個業績 其實你可以說 都可以做得比較差 但差的原因似乎 可能跟公司的財務開支 突然間有個急增有關 但那個增幅究竟是 為甚麼 有些消息說 可能是跟匯隊的虧損有關 這個不肯定是否 純粹以義務的發展 說真的 我都覺得 流氧不清零 短期 是有影響的 但中長線 對於這堆 電訊商來說 可能反而是有利 所以暫時來計 我覺得暫時 你可以忍忍 有貨的話 雖然握貨 不是算少 但我都會建議你暫時 先握貨 以今次的低位 9.4.5 再加多止蝕位 不穿這個位 握貨 亂通很有趣 亂通的股價 你會看過去的走勢方面 通常 急增後 都會有反彈 當然你說不肯定 不肯定 但是 既然 既然 有貨的話 沽車 9.4.5 必須住 守不住你 先考慮一下止蝕 但這些位置 你可以考慮一下 先握貨 反而我會建議 暫時看 反彈目標 看看10.5 這個位置 反而我會覺得 跌那麼多的話 其實 不肯定會有反彈 所以你有貨的 先握貨 我想暫時 不穿9.4.5 都不用太擔心 胡小姐 是否還有另一隻部份想問 是 我想問 你先問 那個186 是 186 我都是 有一些很高位 有一些16 有一些13 我想問 13 這一手 是否要升到 甚麼價位 你是想問 1186 還是1816 1186 1186 1186 是 15、16元 買了是嗎 是 有一些是15元 明白 中鐵建現在這一刻 做12.2 跌8 5個加日後 公佈業績 業績有沒有衝勁 當然觀眾 看多看家鄉 可能性高不高 業績說真的 我想 不會太好 因為 這堆基建股 似乎已經公佈出來 那一堆 表現 一般 甚至乎 第三季 表現 差 但是 這些板塊 沒有 我覺得 都是看前景 看大方向 事實上 我們方面 這一堆基建 這些 投資 我經常都說 應該不會太少 還有 因為 你做了 頭三五 這些 規劃 我相信 一帶一路 這些會有 衝勁 所以暫時來說 你真的有貨的話 這些位置你先拿著 我又不是太擔心 它的前景 反而短期的時間 似乎會比較滿 你說能不能夠 突破12.5個位置 我覺得有少少困難 但它跌的空間 不會太大 所以暫時你有貨的話 你先拿著 我覺得這個股份 在今年 即是年來餘下的時間 應該都依然會有個 比較好的表現 還有 12.5個位置 應該都有機會突破 即現在環線這個位置 所以你有貨的話 現在考慮一下 先拿著貨 謝謝胡小姐 亦不用擔心 Stanley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 和你先做新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轉題繼續有其他直播節目